同学们大家好 之前我们讲了很多装饰器相关的原理知识 这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个装饰器实际使用中的例子 带大家更好的理解装饰器 首先打开我的编辑器 我把上节课的代码都给它删除掉 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首先我去创建一个变量 比如说叫做user info 它的类型我先给一个ending 它的值默认我给一个undefined 接着我去写一个类 class叫test OK 这里面我们写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get name 它return什么呢 returnuserinfo.name OK 我们再来一个geth 然后就return了可以 userinfo.h 保存一下 然后我去创建一个实例 costtest 等于newtest 直接test 直接test.get name 我们保存一下 运行一下这条代码 大家会发现它报错了 它报什么错呢 它说userinfo里面的name会报错 因为userinfo现在是一个undefined undefined.name它就会抛出异常 好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userinfo可能确实就是一个undefined 那你这么返回 确实就需要解决一下这个异常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我可以这样去写 try 然后catch console.log一下 userinfo.name 这就写一个 不存在 保存 那一样的 下面我也复制一份出来 只不过这里改成userinfo.h ok了 那假设我这个类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get name get age get gender 这样等等不同的方法 里面都要做try cache判断 那是不是这个代码就会变得很长啊 我们现在改成这个样子 先试验一下 ok userinfo.name不存在 它就会把这个问题 抛出来 然后就不会报异常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解决 try cache 反复编写的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方法装饰器 来帮助我们解决 首先啊 我在这里啊 去写一个装饰器 function 叫做catch error 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方法的装饰器 大家还记得有几个参数吗 首先有一个target 现在我先给一个anning 然后有一个key 对吧 类型是方法的瓶子 stream 然后有一个descriptor 类型是property descriptor 好 在这个装饰器里面 我们就写一些代码 我们说首先 把catch error 我们写在get name的上面 加一个add符号 然后呢 我们去写 这个方法 实际上get name这个方法 存在哪呀 是不是存在 descriptor.value上面呀 所以呢 我们这么去写 const fn 等于 descriptor.value 好 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个 track cache给它干掉 然后呢 现在fn对应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get name的函数啊 也就是函数具体的 实现部分的内容 那么 我们希望在这个方法外层 怎么包一个track cache 就可以怎么包呢 我们可以写 descriptor.value 等于 function try 去执行原来的这个 function 然后 catch e console.log user info 存在 问题 保存 那通过装饰器呢 我们对原来的这个方法 做了一个改良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方法呀 改写了一下 在它的外层包了一个track cache 这么去写 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npm run dv 一样 它会说userinfo 存在问题 那么 如果我们写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装饰器之后 那get age 我也可以去复用这个装饰器了 我可以怎么去写呢 我把这个track cache 也都可以干掉 然后在这里写一个catch error 即可 那通过装饰器 我们是不是就 实现了代码的一个复用啊 也就是说 这种捕获异常的东西 我都通过装饰器的形式 去统一的解决掉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再调一下 pass的点 get age 再运行一下 npm run 第一类 好 它会提示userinfo 存在问题 userinfo 存在问题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比如说 它的错误提示的内容 是一样的 我希望你userinfo.name 错误的时候 那你提示userinfo.name有问题 那age有问题的时候 就提示userinfo.age有问题 而不是统一 只提示我userinfo有问题 这怎么做呢 就可以用到我们之前讲的factory 这种工厂模式 我们在这个外层啊 去写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把catch error这个函数的名字 写在外层 OK 那外层的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它返回 内层的这个函数 这么去写就行了 也就是说catch error实际上是会返回一个装饰器的 那么在catch error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接受一些参数 比如说你可以接受一个message 类型是stream类型 好 那我们这么写一个factory形式的装饰器的时候 那这里你就可以去往里传递参数了 这块我就可以传递userinfo.name 不存在 这块呢 我就可以传递userinfo.age不存在 那么上面就可以接收到这个你传递进来的参数 所以打印的结果这块 你就可以让它打印message就行了 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看啊 清下屏 能平不让dv 好 userinfo.name不存在 userinfo.age不存在 那我们通过装饰器的语法 就把track cache这种异常捕获的内容 全部封装到了一个装饰器函数里面去 是不是很方便啊 未来如果别的地方你也要对这个函数进行异常捕获的话 比如说你随便写一个getgender 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怎么样 在外层加一个装饰器几个 userinfo.age不存在 你就没必要再去track cache反复的编写这块的代码了 OK 那这节课就通过一个小的例子 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种装饰器 它在实战中的使用的一个小的keys 好 大家加油